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活动主持人管中翔 刚刚在视讯上面 在荧幕上面 看到的是公民系统营记录资料库 每一年都会做的这个年度的回顾 那另外一个就是 CANES晚会客是之前访问过刘亦德 还有访问过陈景黄医师 我们在谈社区防疫的问题 那今天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特别要来跟大家来举办 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这几 我们现在的节目播出的时候 还是在三级的状况 所以三级警戒 其实很多人都必须要回到家中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 当这些原本在庙口也好 或是在榕树下也好 或在社区活动中心也好 或在社区发展协会也好的 这些场合的有很多的长辈呢 他原本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是有很多的社会的支持 他可能在这里可以做做手工 可以聊聊天 可以畅谈他的人生 可以去跟很多的好朋友在这边 可能是痘痘嘴 绊绊嘴 但是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回到去面对他的家庭 那我们常会看到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小朋友回家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 然后爸爸妈妈很累 然后很辛苦 其实老先生老太太长辈回家 是不是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是独居的长辈 独居的长辈 他其实到这些社区活动中心 来互动的时候 其实还有人陪伴 甚至也会有一些共餐的服务 可是一样三级防疫也都必须要回到家中 那他该怎么办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们就是公益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跟嘉一市乐善照顾服务劳动合作社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邀请了好多位的基层工作者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们在社区里面 他们在基层工作上面 他们在这一种个案服务上面 所面临到的一些困难 或是看到的一些现象 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来宾是刘亦德 他是台湾在宅医疗学会的副秘书长 亦德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亦德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的主办方之一 好那当然这个台湾在宅医疗学会 其实是一个在台湾非常重要的 推动在宅医疗或是居家医疗的这一个团体 那这其实大概成立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吧 那其实他非常非常年轻 但是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那第二位跟我们在线上一起聊天的是 嘉义县共乐居家护理所的负责人郭芳雅 芳雅你好 大家好 管老师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谢谢方雅 然后芳雅的嘉义县共乐居家护理服务所 其实是一个去推动串联起社区照顾航路 然后家庭跟社区一起能够生命共好 社区共乐的一个组织 再来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嘉义服务处的处长张怡芬 怡芬你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对红道老人基金会 其实我想在台湾很多在关心 我们的长辈的朋友 乐林营把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 已经成立了26年了 希望能够跟这些高年的长辈 能够创造出友善的社会 一起到老一起携手到老 另外一位是嘉义市热散 照顾服务劳动合作社的居服督导 陈淑珍 淑珍你好 好 大家晚安 老师好 大家晚安 淑珍这个组织 也就是我们一起的合作合办的单位之一 那这也是在做一些在宅医疗 然后希望透过一些团结经济的方式 来去实践社区照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找到的 我们都不是找什么这个官员 学者专家 然后我们应该是专家 但是他都是一个在基层服务 基层劳动的这些劳动者基层的专家 所以他们在第一线上面 所观察到的现象跟问题也都值得 我们再进一步的关注 那我们是主办单位 是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以及刚刚谈到的嘉一是乐善照顾服务劳动合作社 所以公库是一个专门在报导社会运动的组织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十多年 我们也累积非常非常多 在第一线参与社会运动 然后为这个社会打拼的 这些默默无名的这些工作者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报导 以及他们的记录 我们同时也做了灿烂时光会客室 希望能够去更深入的一些 探讨一些议题 当然在你的画面的下方应该会看到我们的QR 没有错 这QR就是我们的捐款的QR 希望你也可以来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今天会有三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目前防疫政策 就是现在政府的防疫政策 对于长辈及社区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几个不同的单位 在防疫期间到底是怎么去陪伴 这些社区的长辈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一般民众 如果他想要去陪伴 或者是要去参与这些所谓的社区 照顾服务的话 他可以怎么做 好 那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三个问题的分别 请我们四位来宾一起来跟大家讨论跟分享 我想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我们也从伊德来跟我们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目前防疫政策 就是政府的防疫政策 对于长辈及社区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请伊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问题 好 我来谈谈 就是目前的防疫政策事实上影响 比较明显的是 防疫政策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多在社区工作的据点的工作人员 照服务员也好 社工或是护理师 其实还不是很适应说 当据点的工作完全停摆的时候 他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大部分是一些例行性的工作去做的话 就很难去提高他在社区里面的那种能动性 还有在防疫期间 把防疫当作一场灾难来开的话 如果这场灾难到社区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在社区里面的工作人员 怎么样去看待自己在社区里面的角色 那更何况是现在很多的高龄者 那长辈回到家里面 常常会遇到的就是老老陪伴 或者是孤独老的一种景象 那在最近我们的社区据点里面 我去了解过的现象 我大概分成三类 三种状态 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因为疫情 那长辈回到家基本上会有所谓的社交恐惧 因为他们会怕被传染 所以拒绝了我们居家的这种拜访 或关怀的一个行动 第二种就是说有一个状态会 本来是在这个据点活动的长辈 因为一段时间没有来 我们发现他身心也开始会有衰落 因为生活上的依靠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所以他要回去家里面对家里的一些压力 特别是可能是老老照顾上 有一些先生或者太太 可以彼此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压力的时候 感觉上生活上在身心部分 没办法调节的很好 那特别是我上一次在节目当中 也有讲到 有一个我们照顾的长辈 他就开始出现非常快速的衰落状况 那后来是因为我们的居房 跟告诉他邻居里面的亲友 所以大家提供的那个营养品给他 他最近才比较恢复了他的精神跟体力 那第三种的现象就是诈骗 那我们的居家访试的过程 也帮忙阻挡了一场 可能发生的很大的诈骗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趁着这个长辈都回到家 都不会到社区去活动的时候 其实诈骗集团也非常聪明 他知道打电话去呢 编了好多剧本他就可以趁虚而入 那事实上 我们的居家访试去做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说有这几项的一个问题 那长辈无法来据点呢 其实我们据点的工作人员 常常也会让自己去降低自己的社区工作 的这种照顾的能力 因为已经习惯了 在特定比较僵化的行政体系下工作 就是有点办公室形态 那事实上很少去认知到自己应该要多走出去 才能预防到我刚刚说到那三种现象的一种 的一种的一种照顾社区照顾的事情 所以要强化这样的一个社区照顾呢 就是要在防疫期间能够除了减少比较大量的资本作业之外 要强化比较多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在关怀工作上面可以避免许多悲剧的一个发生 那现在我们都习惯说 长辈在因为疫情期间 会习惯用3C产品来进行一种沟通的形态 不过我觉得这个形态可以当作配搭 但是时间一久 事实上长辈的兴趣也会弹性疲乏 所以事实上在社区工作 事实上比较 需要的还是要多一点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社区实际上还是要有一点点资源上的串接 一起来进行一个比较化整为零 就是本来是整体在运作 但是我们变成一个一个一个的 拜访或者是他们一个一个能够 独自的走来社区据点里面跟我们做互动 这样才不会让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连结 流于特定的形式 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3C的这种互动状况 这样也并不是很好 那也会忽略掉 我们本身作为社区工作者 要去关怀社区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职责 所以照顾者能够做好自己的照顾 那我们作为社区照顾者 也不要畏惧自己去维持好社区的这个人际网络 这样才能在在社区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 能够帮助彼此随时做好互助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这个是我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谢谢 好谢谢易德 其实他谈到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长辈回到家里面 他其实包括他的照顾生活 几区可能会出问题 甚至也提到了诈骗 我想这个大概比较少人会去 观察到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照顾者 也因为法令的限制使得那个互动 是减少的 所以这个也会两边的这种 本来应该透过人际网络 相互连结的这个关系 其实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好那谢谢易德的跟我们分享 我们接下来请方亚来跟我们谈谈 他自己在这个所谓的现有的法令之下 那在实际照顾的一些观察 或者是一些问题 好谢谢管老师 原则上其实我的居户所有承接 适次据点 也有承接一般的据点 那其实在这个停课 一停课突然停课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刚才易德 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人员 其实也都还在适应说 到底停课了以后 我们要怎么去做一般routine 原本他们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其实在过程当中 其实讨论了很多 到底一开始刚讲三级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开始 还有去安家访试 就是因为突然一停课 因为其实那个停课 其实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其实我是当天 我们是当天 接到消息中午就要停课 对 所以其实是很措手不及 然后赶快送 就是发完便当 赶快请长辈回家 所以其实那一个当下的错 连长辈都说 那我们明天还能不能来 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 会停到什么时候 所以其实一开始停课的时候 我们是让我们的个管师 可以就是戴着口罩 然后还有戴着宣传单 就是实际上 因为像我们失智据典的长辈 其实他有很多 其实是甚至会抗拒戴口罩的 所以那个过程 其实是需要有人去引导 好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停课过程 其实我们很巧的是真的 我们失智据典有几位 相继有两位长辈 其实是持续退化 甚至到往生 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过程当中在想说 我们就还设我们一开始设这个据典之后 我们就有设群组 就是LINE的群组 把家属都拉进来这个群组 那在这个过程 我们就是也是制作了一些就是运动啊 影片啊 然后让家属可以在家里带着长辈一起做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的居户所还有承接的就是 比较重度居家医疗的个案 所以那个都是几乎卧床或者甚至无法外出 那在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比较多讨论到的是反而是照顾者 主要照顾者其实他很担心他外出采买 外出的过程回家反而自己 因为那时候就是疫苗还没有开放到18岁以上可以施打 所以其实主要照顾者很多 其实反而会问我说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照顾者身份提前打疫苗 对避免自己把病毒带回家来传染这个抵抗力比较差的长辈 那再来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发现医院都在降载 就是其实他们为了防疫 其实他也收住院的能量也下降低 然后再来就是居家访试的量能也降低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反而以我们独立形态的居家护理所 反而是接到很多是突发的个案 可能其他医院或者其他人不敢去看他 甚至我们还有接到个管师也许打电话跟我们说 他发烧了他说他也不敢出去 不知道怎么出去就医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觉得在居家里面 其实有些讯息上面 尤其像我们比较偏向 我们算比较海线偏向的部分 这有些长辈其实他很多讯息是很弱的 包含像到今天我都还在处理说 可能照顾者是外籍看护工 那现在已经开放到外籍看护工 也都可以施打疫苗 可是外籍看护工不会 不会上网去登记 他不知道台湾的程序流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要帮忙包含到外籍看护工 或者家里两个独老的长辈 他会来问说 我到底适不适合打疫苗 或者甚至这些疫苗种类这么多 我到底要挑哪一种 对 所以其实在居家的部分 从三级以来 我们接到的很多问题 其实是蛮特别的 就是可能其他人也许不会遇到的问题 对 以上 好 这边特别谈到一个 也是我们很少会关心到的问题 就是外籍看护工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其实已经可以打疫苗 或是那个打疫苗的登记程序是什么 但是我们相反看到整个台湾的政府 对于所谓的移工 在这个防疫期间 经常会用隔离的方式 甚至会觉得 哇 他们可能会群聚 会带来危险 可是其实在实际上面 他们所受到的照顾 或者是他们对我们的协助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相对之下 这样的一个群体 反而是被我们忽略 因为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长辈 其实都是靠着这些 非常辛苦的 这些外籍快务工移工 来协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居家的 照顾的工作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 这个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嘉义服务处的处长张一芬 来跟我们分享 在实际执行上面 在面临到看到的 观察到的政策上面 有什么样的不足 或是有什么问题的地方 我们请这个一芬 好 谢谢广安老师 我这边其实宏道在嘉义服务处 就是在去年才成立 那但是我们的服务在嘉义的部分 就是有涵盖到居家服务 跟社区关于据点 还有就是私自据点 那其实遇到的整个的冲击 第一个最明显感受到的 就是那个剥夺感 就是过往我们在据点的服务里面 就是好不容易跟很多在地的长辈 在建立持续的连结跟关系 不管是餐食的部分 或者是健康促进相关的活动 甚至平常我们可能还有行动据点的方式 到各个村落去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那三级警戒一开始 整个据点的服务停止下来 那好不容易跟出门的长辈 都已经都没有办法再出门 那他们在包含就是在据点里面 本来已经建立好的彼此之间的 像家人一般的那个关系 其实也都被阻断 那再加上宏道在嘉义服务的部分 我们是在东石跟大陵 那相对都比较没有在都会区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他很少可以跟一般的就是社区 包含就是他很可能他是独居 或者是老老照顾 那他其实都会有很大的疏离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其实他们住在北部的这些家人 可能就因着三级警戒的状态 他是没有办法跨县市交流回来访市的 所以这个部分长辈在无法理解的状态底下 他可能也会觉得说 我的怕力是谁怎么这么不好 他就不回来看我等等的 那情感上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产生很多跟家庭既有的关系的 一些两难跟拉扯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观察到就是 其实防疫已经展开个新生活了 就是对我们而言就是在家上班 或者是说出门在外一定手机要带着 然后要实名制 然后可能随时都要戴上口罩要喷酒精 可是这对长辈来讲 我们得到这样子的讯息都来自于很多资讯媒体 那对长辈而言他不是字 可能很大多数都不是字 那或者是说他家里没有电视 或者是他也不会用手机 所以对于我们在防疫的铺天盖地的宣导 他们是被遗忘的一群 所以基本上在取得资源跟运用 甚至配合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服务提供的部分 是宏道其实在大林跟东时都有提供居家服务 那对长辈而言 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 在这样子危险的状况底下 我可以让居服的伙伴再进来服务吗 但是他不进来服务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照顾 那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彼此跟工作人员之间 会产生一些关系上的拉扯 或者是说他担心受怕 情绪上也都会受影响 所以其实整体在疫情底下 对于长辈在社区里面生活 其实真的是困难重重 以上 好谢谢这个一分钟我们的分享 其实里面也提到一个也是我们 其实相对之下可能比较少会去注意的一个面向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资讯是很发达的 那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政府 在很多的资讯胜测上面 透过手机 透过网路就可以做一些公告 甚至是包括刚刚也提我们也看到 每个天下午都有这个记者会 但其实在很多的资讯的流通上面 那个城乡差距 还是一样非常非常严重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 嘉义市热散照顾服务劳动合作社的 这个居服督导陈淑贞 淑贞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 这样的一个在实务工作上面 所观察到的一些政策上面 不足的地方 我们请淑贞 对不起啊 可以来 其实因为大家晚安 因为其实刚刚几位那个 我刚才有在提到说 这个新冠肺炎到底对一些长辈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他们的讯息来自 都是来自这些 可能包括我们工作人员 或者说是媒体上面的一些宣导 可是事实上对这些长辈来讲的话 这个还是很陌生的 然后而且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 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区分为说是有 交属同住或者说是独居长辈 其实对这种疫情的看待 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其实我大概从我们的居家的 那个工作经验里面的话 可以大概可以从几个方面 去先可以一起去思考 或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包括说这种三级 其实我们在从去年开始 就慢慢的政府就开始有在针对 这个新冠这个病毒部分 有一些讯息出来 可是对长辈来讲的话 他还是觉得说那是中央的事情 可是等到三级之后的话 他开始觉得说 他根本是冲击到他的生活的方式 那我们大概会从几个方面来看 就是从长辈的持衣住行 娱乐部分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探讨 在食这个部分 我不想各位在疫情之下 因为不能外食嘛 那大家有多少是在不能外食的情况下 让大家成为那个食神 或者说成为一个小当家 可是在这个部分很多在这个网路上面 或者说大家在脸书 IG上面都会po说 我今天因为什么关系 我煮了什么样的菜 然后我就po在你的网路上 可是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长辈身上 因为对后来讲的话 煮这个东西他一定要出去 然后他们居家里面 有没有这样一个设备 等于说他的原本可能他家里面是没有厨房设备的 可是他因为不能够外食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变成说他可能要试定 他要把外带东西回到家里面的话 那就失去了一个跟社区之间的连结 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 吃的部分的话其实会蛮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小吃店 或是一些那个餐饮店的话 其实长辈是习惯在那边外食 没有这样的设备 是会这样的外食 他并不是外带的 所以变成说他当然不能够在小吃店吃的时候 他又回到他的家里面了 变成说他会形成一个关系上面一个独 是不是会形成本来不是独居 可是他变成一个关系上面一个独立 所以变成说从住的那个吃的部分也会影响到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医 因为我们会有这种观念 说医院里面是非常危险的 至少医院应该是最安全的 因为进出的话 可是长辈会觉得说医院里面就是细菌 所以变成说在疫情之下不能出门 包括医院也不敢去 小病有病那大家怎么办 因为我有曾经遇过一个长辈 他就觉得说因为他的伤口 他本来应该到了应该要去医院回诊的时间 他说他不敢去 他说这个危险时间 他怎么可以回去到医院 所以影响到他对医的部分 医疗的部分他就会影响到 另外的话还有住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长辈的话 他虽然是独居 可是实际上他的孩子可能假日会回来陪他 可是因为在5月底开始的话 会出现那种很严重的北部地区 我们家里很多的子女是住在中北部 然后别人说他们就不下来 对这些长辈来 像刚刚那个一分处长又提到的话 会形成一个子女不能下来的情况下 他跟家里面的子女的关系 就是只能透过其他的方式 不能当面 可是对长辈来讲的话 面对面的接触的连结 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 他才是觉得说是跟人有互动 那另外的话还有行 因为我们现在出去到另外一个 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采实名字 可是对长辈来讲的话 实名字并不是那么的方便性 因为并不是每个长辈都会拿着 他的那个行动手机 并不是 然后他们也不见得会写自己的字 可是他每个地方 我都要写我的名字的时候 会造成他出去的时候 会写着一个障碍 那还有就是说 因为像刚刚有几位 就是我们在做社区师服务的 他可能原本很习惯去据点 可以供餐 或者说他很习惯 他就是日障 有朋友 甚至有像公儿人 像自己的孙女 孙子这样子 有可以一个问候 虚寒问难 量血压之类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那平常的话 他可以透过据点 他可以有一些学习 可能一些运动 或者说是一些才艺 或是老师来做一些课程的分享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就只有可能来自于电视 单向的电视 那所以变成说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对一些长辈来讲的话 其实这三级的影响 真的是还蛮大的 因为势必让他们原本已经很 有的甚至习惯了社区师服务的 有些长辈的话 他变成说这两个月下来的话 他到底还愿不愿意再回来社区 对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还要再做一个 再做了解 以上 好 谢谢 主持人来跟我们做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 其实刚刚有提到几个 分别从食衣住行 遇乐这四个面向 来跟大家做讨论 包括饮食的部分 然后所谓的生活起居 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面向 都其实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其实我这一轮听下来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就是 这个疫情造成了人际互动的减少 这个人际互动的减少 让原本受到照顾的长辈 或者是过去的照顾的方式 都是一种比较 亲身面对面团体的方式 他其实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使得这个长辈 可能必须要回到家里面面对家庭 或是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独自的生活 另外一部分 其实是我之前相对之下 比较没想到 没有太多的思考 就是刚刚谈到的资讯的落差 这个资讯落差 包括家庭看护工的资讯的落差 或者是刚刚也谈到很多位都提到的 这个长辈的这个资讯的落差 就是一开始还以为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事情一到这个紧急三级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哇 这个是跟我有关的啊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 曾锦皇医师 曾经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过 这个防疫应该很重要 是一种由下而上 这个由下而上 不仅是从一个基层 从社区开始 而是由下而上 那我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思考 就是这个由下下面 其实是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差异的 由上而下 他可能会忽略了 这个社区里面的不同成员的不同的差异 不同成员的资讯的能力等等啊 所以会看到这个照顾上面 他的确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各自的回答 那当然也要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其实在我们 参赖时光会客室的脸书下面 可以直接来进行提问 然后记得要到我们的粉专的官网里头的 这个文章 他才有办法去提问 那提问我们收集资料 我们也会把这些资讯呢 在现场来交给我们世卫的云团人 请他们一并来回答 好 那我们要接下来要进入到 第二个主要的讨论主题 这第二个主要讨论主题是在回到 刚刚谈到的是一个发现的问题 看到了政策上面的不足的地方 可是第二个讨论主题 我们会把这个焦点放在于 这几个不同的单位 他们在实际工作上面 怎么去陪伴社区的长辈 刚刚看到 可能被迫要回家了 或者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总是要去陪伴这些长者 总是要去陪伴这些 非常重要的这些老人家们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在实务工作上面 他们到底又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一样要一开始 请义德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从义德的这个角度 来看看你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社区照顾的工作 我大概就是从我们真的在 嘉义市这边的社区里面去做的 一个方式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因为我们也有社区照顾据点 那当然我们去居家服务就是我们热散的部分 那社区照顾据点 因为我们据点里面的工作伙伴是一位护理师 那我们当初在讨论这个社区里面的 在防疫期间的陪伴的时候 大概就是有一起先讨论 那对于那种长辈 事实上关不太住的 他其实还是习惯往据点里面跑的 这些长辈 他事实上还是可以来 因为现在三级防疫的阶段 他是室内群聚不得超过5人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分配好 让他能够一个一个 他愿意来我们据点 去跟我们做一些互动 聊聊天也好 打个招呼也好 这样的一个 或量血压 这样子一个动作 这样对他来讲并不是坏事 所以我们就去规划 跟我们 护理师规划大概分两个途径 一个是对于我们临近的长辈 比较 比较就近的 他没办法主动 或是不想主动 来我们这个据点 来跟里面的工作人员互动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采居家访试 那因为他是本身是护理师 所以他在居家访试的过程当中 他是Routine的每天去到 这些必须去到的这些 长辈的家的点 去做这个健康监测的工作 因为健康监测在这个防疫期间 是特别的重要 不论是体温 血压 血氧 甚至因为他是护理师 所以他会 隔一小段时间会去测量他的血糖 那这样的动作 就是变成是我们每天 每一次会去记录 本来在据点会做的事情 只是把它外展到 变成是一个一个 我刚刚说化整为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变成一个一个一个 鼓励这些长辈 如果他其实有空也可以到据点来走走来聊聊 那相对比较远的这些长辈 他不是住在附近的 也是有这样的长辈 那我们 因为有他的资料 我们每天一定会电房 但也约他定期的到他的住所去做 我刚刚说的那些动作 是不是他的身心状况是正常的 所以动作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防疫期间 我们必须还是维持的 两个重要的任务在社区里面 第一个就是对于衰弱症状 或者是我刚刚在上一个课题 上一个问题里面聊的那三种现象里面的一种预防的动作 那如果真的有衰弱 我们就紧急联络家属 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 在上一个问题里面说的那个例子 就是联络了家属之后 赶快家属进行一些营养上的补给 跟平常日常的照顾 所以他恢复了 他恢复了 第二种就是假设他真的有肺炎症状 的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去提前紧急通报主管机关 这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那当然是我们在发挥我们专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还跟社区发展协会 跟里长这边合作 昨天里长才提供给我们 大概三四十个的名单 他们因为需要我们的专业去协助他们 来提供社区里面这些老老照顾 或独老的这些长辈呢 帮助里长也好 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这边也好 去帮他们平常也多打打电话 或是社区多做居家访试 甚至我们把一个防疫小包当做媒介 也就是去赠送这个防疫小包 当做去关怀 当做去关怀 那为什么社区会跟我们做这样合作 事实上 可能有一些社区里面新的资源 或照顾资源 也同时 社区发展协会 跟里长也想要让 这个长辈 社区里面长辈都知道说 我们社区现在这些 虽然都停摆了 但是他们可以帮我们做居家 这种关怀 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反应 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反应 那 其实现在大家都常透过3C 去这样的一个设备 去做一个 共享 让长辈在家里面 可以去做一些居家运动 那我们其实也会 就是平常会透过LINE 分享一些 就是影片 跟大家一起来定时的做运动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据点 过去一直以来有在 让长辈去学习一些技能 像他们很爱画画 很会写书法 然后也会弹琴也会否认 事实上 护理师就鼓励他们 平常就把他们学习的东西 在家里去做 然后呢 把他分享到我们的 这个据点的LINE的平台来 大家长辈做共享 这共享有一个好处是 他们 如果这样子做 平常还会专注去做 把一件事情当做一个努力的目标 另外一个完成作品的时候的传逆 会鼓励长辈彼此间相互勉励 所以他们不会感觉孤单 相互在上面欣赏彼此的作品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在疫情期间 其实居家服务的很多案 其实是没办法开案 因为造砖跟A个管 是没办法访案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有民众会跑来问 这个关于他长辈在家照顾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有热散居家服务 因为我们据点护理师他有在做居家访试 工作 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独特的 会比较 零星的个案 需要他们需要去访试会 协同一起的 到这个案家去做 关怀的了解 那如果持续性没办法透过这个 居服来收案的 那我们据点护理师也会把纳进他 每天 会去居房的路线的其中一环 那甚至其中有一个长辈 他现在固定的时间都去那边做 他有稍微有失智症状了 他不太会表达自己 但是他在最近这两三天 就跟我们的护理师说 就是那个 特定的就是没有什么表情的不可怜 但是他就是跟护理师说 你要来 你来我很高兴 他每天2点都在等着护理师到他家去陪他做做 这个案是目前居服还没骂收 但是家人先把他引接到我们据点来 我们去做的一个新介入的一个方式 让居服又一起进场去做一个了解 这个就是 在社区照顾上的连续跟不间断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分享给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易德 我们看到易德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除了分流 一开始谈到所谓的分流 虽然我们人数的限制 我们有其他方法 或者是可以透过朋友的这个社区资源 来去再做这些相关的社区照顾的 工作社区照顾的服务 好那这是易德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接下来要来请的是嘉义县共居 共乐居家护理所的负责人郭芳雅 请芳雅来跟我们谈谈你们的这个护理所怎么去做这个在社区 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怎么去做这些所谓的社区的陪伴 社区照顾的工作呢 好谢谢管老师 那我这边因为停课就是没办法避免嘛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在争取说 我知道很多私事据点就是包含他们就有在争取说 如果长辈都已经打完疫苗 然后人员也打完疫苗 希望可以提早解封 让这些长辈其实 我觉得长辈都很期待能赶快出来跟其他伙伴一起 就是以前认就是这些 这一群长辈其实都是认识的 所以彼此也会关心彼此的状况 那其实在我们停课以来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 之前我们其实在停课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做一些些居家的访试 那除了访试当然我们其实也还是要做一些卫教 包含其实我们私事长辈 我们刚才有提到 他连戴口罩都有可能会忘记 所以要不断的提醒他 然后提醒家里的人 那甚至也要提醒他们就是要多洗手啊 然后现在这个期间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居家的部分 刚才其实我们其他的伙伴也有提到 他们其实在居家 吃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长辈 所以其实到最后 其实我们发现 刚才我们易德哥也有提到说 居服务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包含要帮他们备餐 注意他们的营养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衰弱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各管师去到家里 其实也是要提醒他们做一些些运动 所以另外的部分 其实我们其实也有做一些些 就是居家的一些运动啊 然后让他们可以跟着 跟着我们的各管师去做 就是说那个像 取得家里很简单的球 或者保特瓶 那除了动态的运动以外 其实我们也制作了一些 抱歉我的画面好像lag了 好 好 不好意思 对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有做一些动态 然后还有包含静态的一些活动的影片 给一些照顾者 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师师长辈 或者有一些长辈 其实对3C产品 其实他们其实不太会用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建立 就是长辈跟家里的人可以互动 但是其实还是有少部分的长辈 其实是两个独老 就是有一些独老的长辈 自己住而已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各管师去做 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甚至就是电访 其实我们还蛮多是在电访中 他们会问到 因为其实他们跟各管师 其实是相对比较熟的 就例如刚才提到了说 义德哥提到了 其实护理师他们去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原本在据点 都已经熟悉 所以相对这个过程 他们会有很多问题 来问我们的各管师 包含从前阵子开始打完疫苗的时候 每个副作用的状况 其实他每天我们在打电话过程 他们都会跟我们讲说 我今天这个症状到底是不是 要不要紧 要不要去看医生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 我觉得虽然是因为停课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让各管师学到说 其实在这个建立 原来我们之前建立的关系之后 其实是可以很深入的 在处理这些长辈的 很多刚才淑贞姐讲的 食衣住行的问题 他们都会来问我们 那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群 我们除了服务这些 比较健康的长辈 再来就是我们一直提到说 有一些重度 就是使用重度 就是比较卧床的长辈的 这一群人 其实在这个防疫期间 我们后来发现 以往可能我们很随 觉得很习以为常 就是我们人就可以马上去你们家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从三级以来 其实护理师要到居家访市 其实我们要做好多调查 就是要问他子女是从哪里回来 孙子停课从哪里回来 因为我们也怕我们自己变成防疫破口 对因为我们其实服务很多海线 我一次出去可能服务六七个长辈 那这个过程我也很担心 我就是从这一家带了病毒到另外一家 所以中间被他们 除了被我们问很多问题以外 当然就以前很习以为常 我们就马上去就可以处理他的问题 那后来其实我们也发展出就是 其实我们也用视讯或者照片的方式 例如有些长辈有伤口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跟居服务员做一些些合作 就是其实他们去服务的过程 只要发现他的伤口状况改变 或者今天他觉得他的精神状况 或者他的各个饮食状况也改变了 那他们就会直接其实是用LINE的方式 来跟我们护理人员做讨论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发现 其实结合长照所有的服务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从专业介入 然后在有居服务员去做一些居家 所有的照顾协助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长辈 其实是在很极清度 或者他的状况在改变的时候 其实马上有专业人员介入 那其实到后面的处理过程 就会其实是会蛮顺的 而且甚至刚才像易德哥讲的 他有一些些只是肌扫症的问题 其实在居家就能解决 那再来就是其实最后一点是 其实我们还是蛮大宗有接手到一些医院 可能暂时无法去访视的个案 对那其实如果说他有一些突发的感染问题 感染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结合居家的医师 一起去了解他整个状况 甚至从居家我们就可以开药物 协助他们 那让他们在初期到不需要回到医院的情况之下 他居家就可以解决他 比较轻度感染的问题 或者轻度的一些症状的处理 以上谢谢 好谢谢方雅跟我们分享 就是这个护理所 他们所做的一些居家 一些相关的服务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一芬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加义服务处的处长 张一芬来跟我们谈谈 红道老人基金会在这段期间 怎么去做这些所谓的社区服务 怎么样去陪伴照顾这些长辈 好的 谢谢管老师 那其实我今天有准备一些小道具 但等一下可能就是他会是反向摄影 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 但我尽量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子 那红道在就是防疫期间 我们的陪伴其实有分几个面向 一个是在关系面的维持 就是从前面跟大家分享 他面临的困境就是整个服务都断掉了之后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少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去做一些电访 那家访的部分就是维持无接触的方式 去做一些关怀这样子 那在生活面的部分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针对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长辈在资讯落差的状况底下 他对于整个防疫的一些概念 他是没有感受得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也不认为说戴口罩 或者是平常要用酒精式的去洗手 这个部分对他来讲是必要的 甚至口罩要怎么戴 然后酒精要怎么喷 他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推出了一个叫做 就是防疫物资福邦打屋接触 就是宋爱到宅 那当然里面的装备 当然就有一般的生活物资 可能里面干粮这些可以提供他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他去买东西不方便 那交通支持也不够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准备 像这样子的酒精分装瓶 就是到家里面的时候也会教他怎么样去做干洗手 告诉他就是那个使用这个酒精的一个时机 那再来也会有所谓的口罩的部分 就是可以教他要怎么戴 那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是很多长辈 他本来已经很习惯到据点来上课 那也持续都有一些认知上的学习跟刺激 但后来呢我们就觉得他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也为他就很快速 我的伙伴很厉害很快速的马上设计出 一个叫做在宅工具包的一个画册 那里面他可能就会教他说 要跟失智的部分的翻翻乐 或者是有些撕贴画 然后里面会有简单的教他要怎么做 健康操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方式 来给他们做一个就是比较实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课 有点像暑假作业这样 那也蛮有趣的是我们有很多长辈很可爱 因为目前我们的福邦达的宋爱道展 就是大概是每两个礼拜 就会输送一次 那当然会选择两个礼拜一次 是期待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跟长辈还是持续保持的一些连结 那长辈很可爱的是 他们每一次去都会交功课 就是不知不觉就是也把我们原本想要在据点里面做的一些工作 任务都把它就是提供给他们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宏道其实有来自于很多社会大众的捐款的支持 包含就是有捐赠一些车辆给我们 那本来这个车辆是在社区官员据点或失智据点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去接送长辈 那可是后来因为整个防疫的期间就有停止服务的状况底下 后来我们接收到就是政府在疫苗的政策上有一些长辈可以去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全体都动员起来 那在服务的社区里面去找到需要我们接送跟陪伴的这些独居的长辈或老老照顾的长辈 然后我们就从头到尾就陪着他去打疫苗 那甚至在打完疫苗结束之后 因为新闻铺天盖地的说打完之后可能会猝死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同仁也是都很紧张 所以其实就是也是打完送完回去之后还要持续的去关怀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近期可能在很多状况没有办法 按照常规的方式去服务的过程当中 试图去做的一些事情以上 好 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们一般的人可以拿到这个在宅工具一包吗 一般的人要失智失能 可是我可以拿给你的需要的人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后续我们可以再聊聊就是要怎么大家互相合作 好 那因为这也都是社会的善款这样 好 因为其实之前有人就在问说 他其实很想要去关心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那我不知道这个在宅工具一包是不是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服务的功能 也许我们待会可以再多一点的分享 好 那谢谢这个宜芬来跟我们谈宏道他所做的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看到宏道相当下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资源 来去做这些陪伴的工作 或是一些在知识上面的这些资讯的提供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那个嘉义市热善照顾社 服务劳动合作社的居服督找淑贞 陈淑贞来跟我们分享 来我们请淑贞跟我们分享来谈一谈 好的 其实热善居家的话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跟着那个新冠肺炎一起 一起成长出现的一个新的单位 因为我们大概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开始有在做那个实际上的那个居家服务的工作 那也是真的是非常是凑巧的是我们就是跟 刚开始要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要开始投入那个居家的工作的时候 就来这一场 这一场那个可能我在做二十几年的长照里面 第一次遇到的还会遇到所谓社区那个社区警戒 三级警戒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是以社区服务来讲的话 居家一定是这个最后这道防线 对 因为他觉得说因为居家是一对一的 所以变成说他认为说 而且很多是因为不能够出门 他可能没有办法来使用所谓社区式服务的 这些据点或是制造服务的 这些个案的话 他因为都会使用居家服务 在政府在居家这个部分 他认为说不能停 可是他又宽了一些服务项目 宽了一些服务项目 像陪同外出或是陪同附件或是家务整理 这些你会觉得说 这个是非必要性的 可是以在居家来讲的话 这些长辈他们或是家属来讲 这个是非必要性或是必要性 这个事实上是依照要从个案的需要里面去做一个观察的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需要有没有 有 因为我们确实遇到说刚好我们五月份抗尔街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个案 他本来是固定刚中风 他要去医院做复健 结果呢 家属也是因为说是考虑到疫情的关系 然后医院的那个复健也开始做个分仓分流 所以变成说他就去复健的时间就比较有限 他也会担心会被感染 因为妈妈刚中风回来嘛 比喊力比较差 体力比较差 所以家属也是决定说好 那我就是说我决定 我就是不要让我妈妈去做医院做复健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 黄金复健期间 那这段时间的话 长辈很差 他等居家的部分的话 要怎样去做一个协助 那我们在居府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跟服务员讲好 协商好 当你在原本的工作服务项目 你譬如说你是沐浴 好了 当你完成沐浴的时候 你可以花个五分钟十分钟 你再跟这个长辈进行一些 原本你在陪同复健的时候 该做的一些运动 或一些复健动作 你就陪着长辈一起做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几步 当然没有 好没有 那可是变成说对长辈来讲的话 他在复习功课 他同样在复习功课 那变成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对服务员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是说 他在这个部分 有一些资能上面 一个增加 就是说 也许这个没有办法 会压缩到你的服务时间 这个个案 可能原本只要 铺40分钟就好了 可是你因为你希望 他可以延续 原本的陪同外出 可是他不行 的情况下 陪同外出 附近没有办法的情况 可是你又希望维持他的一些运动的习惯 让服务员在旁边 可以做一个代理 再做一个步行 能够让长辈维持 他原本的这样子一个习惯 那另外的话 我们在居家 刚刚提到说 我们居家的话 因为他的陪同外出是被暂停 可是对长辈来讲的话 他非常期待是有服务员能够陪他 他出门嘛 因为他有机会 而且是跟社区 或是跟他原本熟悉的环境 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个再连结的 可是变成说对服务员来讲 他的防疫的观念 他本身要好之外 他也要去教长辈 他怎么样外出的时候一些 一些防疫该有的消毒口罩 或者说是他的 甚至他有防风眼镜 或者说是他回来之后 怎么去做一个酒精的消毒 因为我们就尽量是说可以让长辈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能够再跟社区 能够再走出他的家里面 能够跟我们的社区 他原本的习惯的生活 居住环境社区 有一个机会在接触 即便是点头 其实对长辈来讲的话 那也是一个 但他对他生活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 所以变成说对 刚刚提到说 因为居服市场是没有中断的 不能中断 因为他是对长辈来讲 或者说甚至是因为 原本使用日照服 或据点服务的 因为暂停 而必须留在家里面 那留在家里面的情况是这样 他的照顾还是变成说 原本的家属 他必须付出更多的照顾 然后因为家属 也许是子女或者他家人跟长辈 他的一个互动时间多了 情况之下的话 即使互动多的话 关系不见得一定会变得更好 因为会在家里面陪伴 长辈的这些子女 也可能他是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的情况下 人虽然在家里面 他不见得跟长辈有一些互动 或是有一些互动 那或者是我可能因为 我被暂停了 我被无薪假了 我被迫在家里面陪伴我的家人 我没有薪水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薪水的来源 然后我要面对我的爸爸妈妈 每天在那边跟我讲说 我要去上课 我要去上课 或者说我想要出去 像那种情况之下 对子女 对这些照顾者来讲的话 家里照顾者来讲 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要从原本 爸妈妈很习惯的那种事去照顾 变成说我要全面照顾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照顾者他的炸锅指数 其实也是很高的 那因为我们 其实像我今天出去外面房子的时候 有一个家属就已经面临到 他几乎要去 真的是已经去看精神科 因为他同时面临到 我要全天照顾我的妈妈 然后呢 我的工作上又面临到挑战 因为他要在家教学 他要去设计一些 跟原本 原本是实体 他在学校上课 他现在他要去重新设计 去适应 所谓的线上教学 线上测验 他本身也在适应 所以说他有多重的一个 压力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其实就瓦解了 就崩溃了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本身也是需要协助的 家庭照顾者 那你说他是直接疫情的生态者 没有 可是问题是说 他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他重新要回到扮演 家庭照顾者 重新要跟他妈妈做 长时间的一个关系 关系相处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就变成说 他的耐性会磨掉 小事会变成大事 没事会变成有事 那其实对这些家庭照顾者的话 他的一些 稀疏很期待是说 一些社区师服务 或聚典服务 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 能够回到正常 即便是微解封 也是可以让他们的照顾者 能够获得产生的机会 可是在还没有微解封之前的话 居家服务这个部分 还是尽量要做到所谓的陪伴 这个陪伴不只是针对我们的照顾者 不只是针对我们的长辈 还包括我们家庭照顾者 因为他要他怎么样去面对说 我可能我的爸妈妈生活 做事情要把他建立好 或者说是他不能够去跟同学上课了 他的一些运动 他的饮食 可能都是必须我去打点的情况下的话 那我怎样 能够再重新回到我的照顾 原本的照顾的角色里面 会扮演好 然后又要面对我在我的工作上 会面对挫折 或是体力上的冲击 即使对我们居家来讲的话 即使对你会期待是服务员 当你在照顾你的长辈的时候 你的家庭照顾者 同时也会兼顾到 以上 好 谢谢 谢谢淑珍 其实谈到一个非常深刻的个案 其实大家都回到家里面 怎么办 所以可能原本陪伴的工作 是从社区的其他的角色来 但是现在很多的陪伴工作 都变成家庭的成员 但家庭成员 没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也许待会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谈 但是听完这四位朋友的分享 其实我真的由心中的佩服 就是这个疫情来的快 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但是冲击 对这个社会的冲击也很大 对家庭的冲击也很大 但是看到你们非常细心的 然后非常快速的去做了一些回应 这个非常就是一个非常 让人家赶配的一个基层的 快速的回应部队 然后来去解决 或者是至少去补充在现有的政策制度上面 比较不足的地方 这是我们在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一样我们也会开放 请大家可以来针对我们今天的讨论 来提出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在也会在节目当中 就是待会就会马上的来进行回应 但是要提醒你在提问的时候 请你务必要到燦烂时光会客室 的粉专 就是燦烂时光会客室的粉专 因为我们有转贴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在你转贴的地方 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的直播 但是你在那边回应 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请你务必要回到燦烂时光会客室的粉专 下方的留言欄来进行留言来进行提问 那我们待会在第三轮的问题讨论完之后 我们也会请我们线上的这几位朋友 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跟 讨论 好 那刚刚其实淑貞有谈到说 在社区里面如果看到一个长辈 点头 其实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其实对这个长辈而言 他其实就可能就是一种关心 可能就是一种关怀 那我必须要回到 一个最基本的议题上面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办这一场的座谈 其实是因为工库有一个群组 那这个群组当中我们把这个 节目的上次访问刘亦德的这个连结贴照里头 然后我们有一些工库的朋友就看到了这个讨论 他就觉得他就非常有感 可是他可能自己一个人 然后或者是他现在也在 人也在花莲 那他其实一直很想要来去 思考怎么去陪伴这些长辈 或是从他个人的力量可以怎么去做 或是他怎么去号召更多的人来去照顾 这些可能包括这些独居者 或者可能失智的长辈 或者是可能必须要离开这个 原本生活支持的这些长辈 所以也因为他的这些想法 让我们去促成了今天跟亦德 一起来办这个活动的原因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也就是要回应刚刚我提到的 从一个个人的角度 从一般的民众的角度 我应该我刚听到了大家提到的问题 然后看到政府在防疫政策上面 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大家从机构的角度 也非常的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个人呢 一般的民众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怎么样的去参与 怎么样的去协力 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 好 那我们一样也要请亦德来 先跟我们分享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 谢谢管老师 那我就稍微延续一下 刚刚苏贞所提到的 事实上在社区里面 在走动的过程 那个走动的观察的敏感度就很重要 那这边有个实例 就是说在我们社区照顾聚点的邻居有一个 那因为家人 子女都在务农 所以可能都到山上去种场 但是就剩下他80几岁的一个长辈 那因为我们平常的训练呢 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 对平常在互动的长辈有一些敏感度 就发现他早上都会出门来 晒晒太阳 然后走动走动 今天没看到人 那我们就很快速的去关心他 早上为什么没有出去 结果他是真的躺在家里的房间里面 头晕 晕得很厉害 那后来 因为经过了我们社区的护理师 帮他量测一些基本的健康状况 发现他血糖真的飙高 就是一般我们血糖继续侦测的话 是到200 那以他80几岁 可能就生理上出现一些反应 就头晕到没办法出门 那就紧急联络他的家人 赶快去协同他就医 那家人也就赶回来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发现的 从自己出发来讲 可以从一些邻里关系的建议 你发现是不是我们邻里间 有哪些长辈或是需求者 是有些可以帮忙 有哪些异状的 那如果是社区里面有据点的 有一些专业的社公司 护理师可以一起来了解这个状况 来彼此作为这个讯息的提供者 或者是社区的一个支持者 来预防很多不幸的发生 那其实我也是鼓励我们的民众 平常可以多了解自己社区里面 已经有哪些资源 可以去参与 那功能是不是存在 那假如 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组织 或是我们所谓的长照的一些 可能是单位的话 他是有些功能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 达到可以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来协助这些需求者可以得到 这个支持 但如果没有资源呢 怎么办呢 其实我过去在社区里 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 关于组织里的社区跟社区里的组织 那我们现在 嘉义在宅医疗的伙伴 就是透过成立热散 照顾劳动合作社跟 一些在地的 这些医疗单位 或在宅医疗的单位去做连结 我们从一个在地 非常点撞式的去成立各自 专场的单位成为一个社区里的组织 我们或许可以从自身的专场去出发 然后贡献你的所长到社区里面 去成为一个button up的力量 来自发的让社区 如果社区里面缺乏这样的功能 缺乏这样的组织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成为先行者 让社区开始有一个关怀人际互动 及社区关怀的一些基本功能的产生 那其实我在看待这个事情 事实上不是因为疫情 而是在社区如果铺成好 在公共卫生的概念里面 或是从灾难社会学的一些 条件跟视角来看的话 我们都是在因应未来不可预知的灾难 而来做准备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每天的社区日常 这种所谓的互助 赔利的工作 可以从我们能够琢磨的点 去来执行或去参与的话 如果有资源我们就参与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成为第一个先行者 来找志同道合的人来相互支持 来达到一个可以支援生活 跟陪伴生命的社区力量 所以防疫期间 我们其实很多 观察到 其实并不是长辈都不出门 至少会丢垃圾 音乐一响大家就出门 对不对 这是台湾的特有现象 至少会出门丢垃圾 我们其实在社区里面就 这种人跟人后面的时间 我们就习惯在社区里面去培养 相互彼此问候 相互彼此关怀 这样的一个风气 像我们据典护理师 他就也会在我们这种 惯性的鼓励之下 他出门前面在卖 卖东西的阿一 隔壁在做头发阿一 他就是会虚寒问暖的几句 这个是社区里的组织的重要地方 是透过这种看似平凡的虚寒问暖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每日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有培育过 我们知道我们的敏感度在哪里 所以彼此问候几句 招呼几句 这个是从个人可以先开始的动作 但是透过这个动作 是不是能够让更多的人 来一起参与这样的社会关怀 我们或许可以思考 那我们要成立什么样的一个 集体的力量来搭建起这个社区 能够多一分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去关怀功能 那社区就有多几分的温暖 多几分的安心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我分享的 谢谢 好 谢谢义德 其实义德这样的讨论 让我去想起来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在欧巴上的力量 欧巴上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假扮一下 假扮一下 看着人家再问一下 就是稍微的问候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 现在社会可能已经越来越被忽略 但是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刚刚谈到了 我如果看到这个长辈 他的脸色不太好 或是他的行为 可能感觉不是很开心 那也许那个关怀的力量 就会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那这其实回到一个非常基础的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也许不见得是每天24小时都会看得到 但是至少在倒垃圾的这个时间 其实就可以是一个相互问候 相互支持 或是刚刚谈到的给对方一个微笑 给对方一个温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短暂的时机 但是他可能会开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怀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邀请的是这个嘉义县共乐居家护理所的负责人郭芳雅 请芳雅来跟我们分享 一般的民众 当他面临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办呢 好 谢谢管老师 其实我要回应管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gable性 其实我以前在跟怡芬处长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走社区都会有一个特质 就是真的很gable 就是所以一般 就回来这一个议题就是说 一般民众怎么参与 但我觉得还是要有多少 就是其实不用多 其实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左邻右舍 就是你至少能了解一下左邻右舍的状况 或者你这附近的长辈 也许他每天都会出来 就刚才像易德哥讲 他每天都会出来 突然今天不出来了 你会不会试着想要去敲门看看 还是你会觉得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不要去好了 其实 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针对一般民众 不一定要做很多很特别 就是或者一定要趁这个时间点 也要出来做志工 因为现在三级嘛 其实你只需要先顾好自己 顾好自己 所以我们一直 现在政府一直推大家 就是一定要去 轮到你打疫苗就去吧 对 就是不要再挑哪一个疫苗 对 那再来就是你关心一下你身边的人 会不会是 像我现在就是 对 就是那个假不行 我那个个案啊 外劳不会登记 没办法登记打疫苗的 长辈不会用的 我都叫他们干嘛 叫他们拍健保卡给我而已 我根本都不用到他家 就是他拍给我 因为只要有身份证字号 跟健保卡的卡号 我就可以在线上 就帮他做好预约 那做好预约 他只要做什么 就是再来等 就是通知嘛 就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像社区 刚才怡芬处长那边也有提到 他们有用车子去载民众 那我们也是 我们单位也是 就是在这一波就是打疫苗 其实我们自己的个案 因为我们有做交通接送 我们就开始就是自发性的就是 呃民众他可能要去距离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村落 村落之间是距离有点远 那大型的都是办在 比较市区疫苗打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开始自发性的 去联络村里长 联络社区比较重要的人 然后 呃 我我我车 我们可以出车 那你们有没有集中 就是只要不超过五人 就是包含司机 那我们就一起载你们过去打疫苗 对 其实 要协助 在怎么参与这些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部分 是民众 一般民众 每个人都有交车啊 大家邻居找一找 大家就可以一起 就是一台车 大家一起去 然后回来之后 彼此可以关心打完疫苗的状况 对 所以像我们我们的个案 他只要我知道他打完疫苗 其实那几天我们都会电话 就会电话关心 说他打完疫苗状况是怎样 所以如果你的左邻右舍的长辈 有打完疫苗 彼此关心一下 哎这症状状况啊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那个社区的温暖会上来 我不知道我喜欢乡下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那个乡下的互动啊 像我左邻右舍大家都会 大家都知道我跑社区你知道吗 哎我发现其实是那是一个社区很温暖 其实我很多长辈看我包很多穿隔离衣啊 去到岸家 然后全身汗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怕我晕倒 然后就是拿饮料啊拿什么 就是还有水果啊 要让我们带回去吃 所以其实长辈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所以其实可以从你们家出发去多关心 左邻右舍长辈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就医困难的 如果真的像我现在就是确实 我自己回自己的家乡 就是开居户所以后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有些 真的是 哎是我们那个亲戚好 就是那种金婆啊什么啊 就是打电话来问 就是说像这一波疫情之后 他会打来问说 哎我我我现在最近状况怎么样 啊我不敢去医院 所以我甚至还有帮长辈做什么 视讯的就医 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长庚嘛 他有视讯就医 所以其实他们不太会用那个 3C产品 所以我就帮他们做那个视讯 开起来让他跟医生对话 哎他们说怎么这么神奇 这样就看完医生了 然后他就会寄 寄单子来让你去缴费 对所以其实这些其实我想很多 一般民众都可以帮忙到 所以也许你可以关心一下你社区附近 从你家出发 对我觉得左邻右舍出发 就是一个很棒的社区参与 对 谢谢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其实这让我想到说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可能跟自己来供阿嬤也不是很熟啦 但是你对3C的产品可能也蛮熟的 所以刚刚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我想我们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看 今天的直播有一些是 学生有一些是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在这个3C使用上面 其实也蛮强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 例如说帮忙预约 帮忙协助他们去做这个线上的这个就诊 或是一些3C产品的使用 或是某种资讯的传达 而且我们可以有一种 年轻人的3C小达人宣导队 然后到每个不同的家庭当中 做好防护之后 我们都可以来跟这个拜访 所以我来教你怎么样使用 这个手机怎么去设定 我类似这种做法 其实这个其实应该也都是可以到 也可以说到 特别是在 现在是在暑假期间 很多的学生也都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 也可以回到自己家乡 就成立这样的一种服务队 这种志工的这种服务的做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这个 宏道福利 老人福利基金会的家义服务处的 张一芬处长来跟我们分享 你们 跟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一般的民众可以做些什么呢 好 谢谢管老师 其实我也想要回应一下方雅 我们两个都是很假模的护理师 虽然一个在第一线做居家护理的工作 那我后来转职在就是做社服的这个部分 那Gaber就会让我们两个都很晚回家 然后很晚上床睡觉这样 那我想如果针对一般的民众 就是他要如何参与跟协力 我想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看见 那我觉得有一些关键就是说 我希望一般的民众 是不是可以对长辈在面对疫情 适应不良的这个部分 有多一点的理解跟体谅 好 我们要对于他们 我们刚刚一路分享下来的 就是资讯的落差 然后还有他认知上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及时的去对应到疫情的 防范或可怕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从心里面 要去理解跟体谅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提到说 在生活情境里面 可不可以主动的去伸出援手 好 或者是去甚至是伸援他们 好 譬如说 当然有些长辈他 其实我印象很深就是 虽然我住在太保这边 比较算就是都 算比较有人烟一点 那可是我有一天去Seven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一个长辈 就是在门口徘徊 他一直进不去Seven 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去扫QR Code 然后也不知道 就是要怎么签名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说 一般的民众 甚至有些学生 或者是有些 可能是正义魔人这样 如果看到长辈 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可能就会开始不耐烦等等的 那我觉得一般的民众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伸出一下援手 甚至可以伸援一下 就是不要让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受到歧视跟伤害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每一个人都会在各自的岗位 跟角色上去做好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医疗人员在地线 流血流汗这样子 然后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那我们在社区里面 做穿梭的这些社会 就是社工啊 或者是我们居家服务的伙伴 那其实我们都是在社区里面的 福利的运转手 所以社区的民众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们可以找到你们在地 你们相信信任的NPO 有非盈利的组织 那你可以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 知道可能他手边有在 关怀的长辈会有哪一些需求 那你也可以适时的 透过这样子的社福的组织 来做一下福利的运转 就是把你能做的能贡献的 也贡献一点点出去 那其实宏道在整个疫情期间 开始发展就是防疫物资包的 福邦达之后 其实也来自很多社会的 善心人士的一个捐助 那我们很高兴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在把关就是 哪一些长辈是真的需要 然后哪一些长辈在 生活不管是生活上 或照顾上的支持 可能还有哪些部分 可以做协助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 能力所能及的这个角色上 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疫情一点都不会那么可怕 也没有所谓的就是恐慌啊等等 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个爱跟温暖 其实是会一直传递下去的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好谢谢怡芬 其实刚刚特别谈到 如果我们也认识一些NGO组织 包括宏道 或是我们在座的几位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 主动去询问 或者是在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上面 可能又需要协助的 或者是什么 什么样的资源 是可以帮忙串联的 那其实我也刚刚谈到 如果是年轻的朋友 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 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家里面 防疫躲在家里面 然后也不敢出门 其实只要做好防护 我们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 例如说 也许我们刚刚谈到说 可以去叫长辈使用手机 或是做些通讯 甚至 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状况底下 有很多那个所谓的通讯的系统 就是交通的系统 或者是这种运送的服务 其实都会被迫要终止 那如果有年轻人 在这个暑假期间 可以跟社区发展协会 来出来做一些组织 来去组织这些年轻人 或者也许有地方的学校 做一个单位 来去组织这些学生 然后他们也许可以去协助一些 这些所谓的资源的提供 然后或者是送餐相关的这种服务 那甚至如果政府 也许可以发有一些经费 来去建立这种比较在地的 这种所谓的运输系统 这种物资的传送的系统 这其实应该是有很多可以在做 一起讨论 一起去想象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出来 那社区发展协会 也许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甚至我们可以自发性的来去统计 然后去了解 然后去送这些物资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淑贞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作为一般的民众 当他面临到这个疫情 他除了焦虑 他除了担心长辈的状况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好 谢谢管老师 其实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 跟这些长辈观察下来的相处 我觉得 到底社区民众能够再怎么帮助我们这些宅在家的这些防疫的长辈呢 我这边有写到几点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刚刚大家讲通讯软体这个部分 其实长辈会不会使用通常确实有些他的手机 可能还是非常传统 他没有办法使用LINE 可是确实有一部分的长辈 他已经会平常有在使用LINE 或是脸书 可是他只会传找安兔 他并不会有很熟悉 到底用LINE是怎么使用的操作 其实在 所以到底民众 记住回到那边讲说 你平常你从你认识的朋友 你就LINE给他就好了 而且LINE呢 你就是用视讯的通话的方式 让他看到你 因为我大概前天 我才遇到我们一个长辈 一个阿姨 这个阿姨刚好是我们在疫情之间 因为他刚好是两只脚都去开习关节 所以呢 他刚好也是也不能走出去 所以他就是非常任命的在家防疫 然后结果呢 他实际上他原本是参加聚典的 结果他透过聚典的工人 他是用LINE的方式 就是每天去问安 可是呢 这个部分对他来讲 他会觉得我被关心到了 而且他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宅在家的时候 他觉得说我有被关心到 而且我们居服是没有中断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 他是可以维持到原本的生活上面需求 或是生活的品质 他还是有人关心 可是呢 我前天到他家的时候 我就远远就听到 那个阿姨非常开心在聊天 因为他一个朋友 移居到台北的一个朋友 他用视讯 用视讯在聊天 我会觉得说这个阿姨怎么聊得这么开心 他们两个七八十岁一个老的阿姨 在那边用视讯聊天 聊得非常开心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完全对他来讲 看不到所谓的宅在家的苦闷 在这个长辈身上我是没看到的 所以讲说他的朋友 愿意打这个电话过来 又透过视讯的方式 其实可以让这些在家里面的长辈的话 他的原本的预阻 你看他开个两个开刀 行动不方便被困在家里面 可是还是有人会想到他是关心他 所以这一点的话可以善用 虽然不能够面对面 可是透过视讯的 视讯的沟通 Line的视讯的通话的话 其实也可以帮助到长辈 可以看到人 因为他们可以听到声音 看到人 对他们长辈来讲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 我们要平常的话也去关心 因为刚刚 火爆人一直在讲 那倒垃圾 其实这段时间的话 其实有些长辈的话 但是他们平常倒垃圾 对长辈来讲 就不是很方便 而且是我们的居家的个案 然后居家的个案 所以对倒垃圾来讲的话 其实某个程度 对我们 其实应该说这段时间 我对于嘉义市各地垃圾车 行经道路的时间 我会变得比较熟 因为我要帮我的长辈倒垃圾了 对 可是说 只是倒垃圾是一个 某个程度是一个小的聚集 开放空间的聚集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你不要急的把垃圾丢掉就好了 你可以看看平常会出 有没有 该出来倒垃圾的人 有没有出来倒垃圾 那比如长辈出来倒垃圾 他到底 他的外观 他有没有比较瘦 他是变得比较邋遢 他头发是比较长的 他的表情是比较 比较没有表情 比较木讷 或者说是 平常他都会跟你讲某某某 他会跟你讲熟真的 这个长辈 为什么今天讲不出话 喊不出你的名字 这就是透透的短暂的一个接触的时候 就是有限 有限的接触 可是你要站在有限 或者说这个接触 把握的时间 你可以去多关心 你所熟悉的长辈 到底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 比如说他平常外蛋 他今天去小吃摊 去外蛋 他在菜单 他看不出来 他看不懂 或者说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要吃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叫去要做个警觉 你要去做 你要我们可以去多去关心他 到底他宅在家 到底宅成什么样子了 到底宅什么样子 因为确实我们也有服务的对象 因为他原本都是比较活跃的 因为他会有朋友 他可以去外面喝下午茶 可以去公园运动 可是因为这疫情之下的话 原本的一些人际的互动 一些交友 一些下午茶 我时间已经没有了 他都必须宅在家 他的女儿就可以发现说 我妈妈从原本会写菜单 到不会写菜单 他原本他会知道 什么时候要吃药的时间 他会忘记还需要提醒 所以其实说 对跟人之间 你就是没有办法 从这边的观察 你去知道说 长辈事实上 他有哪个部分 已经出现一个变化了 你多一点温度 可以去做一个关心 做一个观察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 目前还必须在在家 防疫的这些长辈的话 可以再有个机会 可以拉 適度的再 可以拉出来 就是说 那我们可以有机会 再去关心他 真的 因为说实在 你到底三级 是不是可以如愿的 在26号可以解封 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 这剩下这10天 到底我们会不会 再发生什么疫情 是不是现在为解封 又回到原本的三级 这就是四级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变成说 我们对于长辈的关心 其实以这次来讲 防疫不会是只有到26号的 防疫 因为怎么样让我们长辈 可以有一个正确的 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 然后当一旦 他不能够出来社区的时候 他必须要宅在家的时候 到底我们有没有 什么一个方式 能够进去 能够维持他原本的功能 他原本的体力 他原本的认知 包括家属这个部分 他们原本的生活的 模式 生活的规律 是不是够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接下来三级会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真的很 很顺利的解除了 这是我们不知道 可是说 要有把正确的防护的观念 能够让我们长辈 然后我们养成说 好 平常的关心 重新再拉回来 重新再拉回来 我们原本的目的 这种 关心的 原本的那种 那种风气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 像刚刚伙伴讲的 鸡婆也好 多一份关心的话 即使对我们社区长辈 跟社区长辈的这些家属 都是一个好的 一个发展的 谢谢 好 谢谢 淑珍的这个分享 那我们 其实三个题目 都大家也都 谈过了一遍了 那我们接下来是 这个QA的时间 所以也要 提醒我们的朋友 我们在观看 节目的朋友 再 请你要到 这个参赖史湾会客室的粉专下面 来进行留言 那我们也会把一些题目呢 带到这个 这个直播间里面 来跟几位来宾一起来讨论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用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在我们画面的下方有 公库的这个捐款的QR Code 如果你可以 或者是你愿意的话 也欢迎扫描来这个案件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持续做好的节目 不持续做好的报导 那我这边已经收集到了几个问题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谢谢这个居家照顾的人员 因为你们在第一线 事实上非常的辛苦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在关心你们 是不是有在疫苗接种上面施打的 这个是不是有优先的顺序 不过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大家现在都 大家都可以自己上网去预约了 因为越来越充足 那但是你们待会可以再回答这个部分 那我会把几个题目先讲完 然后你们就 按照你们自己可以回答的部分来回答 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跟倒垃圾有关 就是刚刚有几位都有谈到倒垃圾 倒垃圾其实是蛮重要 因为倒垃圾的时候可以相互的打招呼 问候啊 可是前一阵子在屏東出现Delta病毒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种说法 这个传染的过程就是一个倒垃圾的过程 那个短暂的这个相互的问候 可能就是导致的这个懒疑 当然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至少有这种说法出现 那这样的说法 所以是不是会造成更多的社区的恐慌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 我觉得这个可能 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倒垃圾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去 这个相互的打个招呼 或是相后的问候一下 可是说实在的 我们心里还是可能会害怕 那这可能是一个现实 可能会感染的问题 也可能是来自于心理的恐惧的问题 那我们不否认在这个疫情期间 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有点疏离 有点猜忌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拿捏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有点难 但是又很务实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也有 蘇貞有提到所谓的三级之后 那当然7月26号是不是会解封 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出现 他可能会出现这个二级三级 或甚至可能更严重 或是更轻微的状况 在其他国家的例子来看 都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况 那如果说这个三级解封 那回到二级 那这个居家的 这个相关的社区活动 应该要怎么办 就是一样有人担心 就是我们刚刚还是就觉得 三级被关到这样也不行 然后回到了二级之后 我们让大家有些互动 这些活动是不是要再继续的进行呢 那如果继续的进行 怎么样去避免可能一样 刚看到Delta病毒 或是倒垃圾的问题 要怎么去避免 这个所谓的可能会有个感染的问题 那其实这两个题目 其实是有它的相似性 好 那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位朋友 要先来回答的 好 易德举手了 好 来我们就请易德来先为我们分享 这样一个你的看法 因为倒垃圾是因我而起的 所以我就来聊聊倒垃圾 那至于是不是屏东这个 当然大家有争议 这只是一个话题的引界而已 倒垃圾这个用意不是在讲 是不是倒垃圾出去一定要做哪些动作 我那个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一种皮银肠 虚寒问暖的一种习惯 那这个习惯呢 就是会让我们养成那种 对于社区大家日常生活的 某一种敏感度的一种观察 那至于是不是这个防疫期间 倒垃圾是要不要打招呼 这应该没有影响吧 我个人是认为说 事实上如果我们做好防护 或是我们跟人家互动完之后 我们还是习惯做好一定的清洁 跟消毒防护的动作的话 应该不会不至于 因为就是真的倒垃圾打个招呼 然后就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我们倒垃圾也不一定会走太近 除非是真的靠的很近 我们都有社交距离 那这个状况就是 我们主要是要去培养 一个我们跟邻里之间的熟悉感 重点不是在倒垃圾这件事情 那是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举例 让大家去认知说 或许透过这种频繁 每天会碰到面的这种频度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我们社区邻里的这些邻居朋友们 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有 产生一些意志的变化 那我们或许事实的 也可以提供一些关心 如果要从自己出发的话 刚刚邦雅 宜芬 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 就是假補性 所以都是会有这种敏感度 希望能够多一点观察 那对社区里面的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朋友 也会多一份 他跟我们互动上会有一些安心 那有些需求上 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资讯的话 他们也可能会来 跟我们做一些必要的互动 那就是我们存在社区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这是我针对这个问题先发浪 问题因我而起 我就来跟大家先回应一下 OK 谢谢 其实那个倒垃圾 我们也应该也保持1.5公尺的距离 其实也不见得是真的那么近 这些车子也是移动 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丢 然后你其实在丢走出来的时候 往左边看一看 右边看一看 平常在倒垃圾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有什么样 或是没有出来倒垃圾 可能就进一步的关心一下 好的 那淑貞也有一些要跟我们分享的地方 我们请淑貞来跟我们回应 好 大家好 我讲一下那疫苗的部分 因为其实那个疫苗之争 可能还有的 还有的草 不过其实 以我们目前嘉义市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说 以我们那个卫生局 跟市政府来讲 他对第5类 我们肠道人员的那个疫苗市场 他其实蛮积极度蛮高的 其实因为我们有平常在看一些群组 其实外线市在还没有打之前 就是加一次 他们已经把疫苗分配优先 是给我们那个 我们的 当医生人员是第一优先 可是我们第5类 他当然有疫苗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针对我们肠道对象 跟我们肠道人员的话 马上就是发出意愿调查 就是说你要不要来打 我们那个疫苗 然后就是安排那个 就是整个根据 他们帮我们处理好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是因为AZ的关系 AZ的一些疫苗施打 就是出现那种比较不良的一个反应 事件出来 那有造成说 我们在跟我们的肠道对象 在沟通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肠道对象 在沟通疫苗过程 其实也在增加我们对疫情 跟疫苗的认识 其实对我们公文人员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一个学习的机会 也是怎么样去让你要去了解 这疫苗施打的一个状况 那你怎么去跟他做沟通 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包括我们大概在6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已经几乎是已经 第一多长辈已经开始施打 我们公文人员大概是在6月27号 也开始施打 其实这个速度在以我们其他现实的 那个常好人员来讲的话 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对肠道人员的关心 疫苗施打 事实上速度是很高的 喂 好 不好意思 那个刚刚讯号可能没有很清楚 好 那个邦雅是也要跟我们分享 好 因为我是属于医疗人员 所以其实我在还没有就是 疫情还没有就是在 那应该是说5月底开始变状况 就是开始变三级嘛 5月底 对吧 所以其实在5月初的时候 开放可以打的时候 而且他后来因为大家都不打疫苗 所以其实还有开放就是医疗人员的家人 都可以 可以优先打 所以其实我们连家里的人都 都当下都已经先去打了 因为其实我有经历过SARS 那时候刚好在家机医院 所以其实我经历过SARS 就是我觉得 还是先优先自己能做好准备 就做好准备 那 所以 疫苗这件事情我觉得 还是要宣导 就是大家就是 如果身体状况不错 然后 没有其他疑虑 还是 尽快去打针 对 尽快去打 因为我们如果社区打的人越多 当然就是免疫就会更好 那 再来就是 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一般民众可以做什么 其实你如果打完疫苗 你已经就是 打完疫苗14天之后 其实你们 也可以当 就是真的可以出来当志工 甚至就是很多大型的注射啊 其实他都很需要一些人力 但是这些人志工的人力 其实都需要你已经是打完疫苗了 对 你才可以出来做 好 那 再来再回应那个倒垃圾 其实我还是觉得 倒垃圾只是一个举例啦 其实 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去留意到 就是你有没有去留意到 你身边的人的变化 就跟我今天 我举我今天 我只是去买个 外带买个烧烤 我刚刚视讯之前的晚餐 我买了一个烧烤 结果我看那个烧烤的那个阿伯 我就觉得他气色不太好 所以我就 远远的关心了他几句 他真的是 对 有一些状况 身体有一些状况 所以 其实你如果每天 就是每天做某些事情观察一下 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好像不太一样 对 那那个不一定是要你有打招呼 有怎么样 对 那你关心到他有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 距离上你有戴口罩有点距离 然后关心一下他的情况 现况 就还是一样 那你就会知道说 他也许 也许他现在需要哪些资源 那你只需要 有时候帮他连结一下 对 就是连结一下资源 你也不用自己去 实际上帮忙他什么 也许你只是给他一个电话 也许他只需要申请长照服务 给他一点1966的电话 对 就是都可以帮忙他们 对 OK 对不起 不好意思我刚忘了开麦克风 对 我们请一芬来给我们 回应刚刚的几个问题 好的 我刚刚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虽然那个倒垃圾我没有提到 因为我们家倒垃圾不用等垃圾车 这样但是我在想那个所谓的 无接触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讲沟通 其实有很多方式 有时候是可以用眼神的交流 有时候可以用肢体动作 那有时候那个彼此之间 不要看到对方就很像看到鬼 一样要贴着墙壁这样走 蜕壁三色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说当你走在路上 你看到长辈啊或者是熟悉的人 但因为疫情不能接触 但远远的打个招呼 其实那种互相之间的 招呼跟问候 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多 大家觉得那种失去温暖 那个冷漠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有提到就是在 26号之后可能就解封 那解封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未知的状况 其实是无法掌控的嘛 那对宏道而言 其实我们在社区的服务里面 目前已经开始在做一些预备的动作 包含 虽然就是一直在想象的是 他们现在 长辈现在是需要物资的支持 或者是 在里面 家里面的暑假功课 来维系他的认知功能 或者是 那个缓解他的孤独感 但我们接下来有进一步的在盘点 所有独居 然后可能是照顾能力比较弱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有可能 可以使用3C系统的这样的长辈 我们会希望能够在 还没有发生之前 或者是有可能未来 陆陆续续都还是会 一下子封起来 一下子又解开的一个状况底下 去建立跟 就是这群长辈的联系的一个机制 那包含我们的 就是在宅的 这样子的工具包 还有就是一直以来 我们在加仪式的推动的行动据点 我们也会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未来的服务模式 我想象的是 或许他没有办法做到 大型的群聚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能可以做到 像我们的其乐局 可能就是在他们家的 或者是在表靠 让三五个人 就可以开始上一点点 健康促进的课程 那在适时的结合很多 资讯软体的传播 然后可以让 有一点这样 为照顾的感觉 让长辈 他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底下 都能够去做这样的因应 这个是我们团队 接下来会 试着努力去做做看的事情 以上 好 谢谢怡芬 那这边还有一些持续的问题 那也欢迎我们的朋友 能够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的粉砖下面来留言 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 在我们结束之前 都能够带给我们的来宾 好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 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实务性的 一个就是 你知道那个 刚刚谈到独居的 不仅是独居 还是长辈回到家里面 其实要跟家里面 某种程度上面是新生活 就是以前 这个中壮年可能去工作了 然后年轻人可能去读书了 长辈可能到社区的据点 可是现在都被迫要在家里面 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 对很多人讲 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一种状态 那会发生冲突 可能会跟长辈发生冲突 不管是这个孙子 儿孙也好 或是儿子也好 女儿也好 都可能会跟爸爸妈妈 或阿公妈妈发生冲突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就是回到那个家里面 我觉得那个 那个紧张 那个亲密感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可能会很紧绷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建议跟方法 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个家庭的这种状况 那另外也有一位朋友提到说 就是有些长辈会比较指定 想要去接种某种指定的疫苗 那这怎么办 就是刚刚也提到说 能够打就先打 可是有些可能 可能在他的认知上面 觉得某些的疫苗 是比较好的 那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那可能有一些长辈就会说 我不出门会悶坏啊 身体会不好啦 所以呢 常常会希望到外面走一走 趴趴走 那这个趴趴走 可能也会遇到了某种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边有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在家里面 他该怎么办 家里面怎么相处 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在是一个高度的艺术跟技术 那第二个就是坚持某种的疫苗 那怎么办呢 那或者是说坚持 觉得我要出去走一走 我身体才会比较健康 那怎么去提醒他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陪伴他 或者是怎么要去做 也可以说外面走走 但是又可以防护 那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状况底下 那一样可以去做 来 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哪位来宾 要先跟我们谈一下 你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有吗 好 来 苏贞 谢谢你 好 我先讲一下 因为刚刚在讲这个疫苗事情 我刚刚再补充一下 其实 因为我有打AZ 因为 可是在打AZ的时候 刚好是风 最丰盛恶意的时候 然后我们长辈都跟我讲说 你性功不可以 只是他们家人也说不可以打 然后只有 他就说你敢打 你就说阿姨我好好的 就变成我是一个见证 我是一个见证 然后他就说 那不是有很多不作用 哪边发烧哪边痛 会躺了两天之类的 他说阿姨我还是哪天有来 对 其实变成我是一个见证 对他们来讲 他们对疫苗 他是比较有信心 对 那所以其实 我刚刚讲说 其实对疫苗来讲的话 真的是保护自己 可是不代表说 是他一定不会离病嘛 所以最主要是说 到底 有刚刚有问题是说 到底 即便三级好解封之后的话 其实防疫的观念 还是持续要有 因为你不知道下次 是什么样的 急行怪状的病毒 或疾病会出来 所以而且每一 我们对我们居家的服务员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任何从事 是想到工作的人员来讲的话 他的感管的概念 他怎么去做好 落实他的清洁 他的感控 就是他平常 他要落实到清洗手 戴口罩 然后不要接触到眼睛或是嘴巴 或者说他怎么样去注意说 当他进入这个案家的时候 他怎么做好保护 那就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 没有疫情之后 你就是不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要落实在你的日常的 你每次在进入个案家服务的时候 你要变成你的标准流程 你要内化成为你的标准流程 你进去案家之前 你可要先喷 喷酒精 就是让你即便没有办法洗手 你进去之前你要按他们家的门银 在他们家的门的时候 当你要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 你要先把你该做的防备 一些防护的概念你要先有 无论有没有疫情 而且你在个案或是家属面前 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其实也在同时教导他们 你的日常 包括你出门 我们长辈或家属你出门 或是即便你日后恢复了微解封了 你去参加日照 你回来的时候 你是要跟我们一样 就是你把这些的清洁防护的动作 你会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 这样子你才是 因为以后可能都是每 不能说每一天都在戒严的状况 可是至少你要防护好自己 就是有正确的观念 以上 好 谢谢淑贞 一分处长也要跟我们分享 好的 关于年轻人因为疫情在家 然后跟长辈冲突这些事情 我是深刻的有感 那通常都是我跟我的小孩 会有一些冲突 所以我们都会 我想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尽可能的都保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那或者是尽可能找到一个 时间是可以自己独处的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或许那个冲突的 就是引爆点就会少一些 那刚刚还有另外提到 就是长辈会说不出门他会闷坏啊 或是什么的 这个部分其实不难解决 就是说但提醒他就是出门的时候 口罩要戴好 然后可能也多戴一个口罩 比方说我家里面的长辈 他每天早上都有去 就是乘走的习惯 快走的习惯 那他就会习惯 手上酒精一定会戴着 那出门的时候戴一个口罩 然后口袋里面还会再放 另外一个新的口罩 那他去走路回来的时候 可能路上他身体会湿啊 会流汗 然后口罩也会湿 然后就会减少那个防疫力 所以他就会在回家的时候 再把新的口罩戴上去 所以其实在外面爬爬罩 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 反而是你有沒有做好 你的防疫的工作 然后你有沒有随时的去 消毒自己的双手 这样子这个部分是 给大家的回馈 OK好 谢谢一芬处长 方雅也要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好 我举我自己长辈的 我爸就是指定要打莫德纳 好 那我也是打AD 因为很早的时候就是打AD 所以你知道我爸 这次我要帮他预约 然后 我也没有 我就是 其实我AD跟莫德纳 都有帮他勾选 但是我预约的时候 他通知我AD的时候 我就马上给他 就是登记了AD 然后他就跟我说 人家莫德纳还有 我说有吗 好像都打完了 加一线都打完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有就好了 你看我打 我刚刚跟淑贞一样 其实我打 我当天打完我还工作一整天 我都没有任何的就是副作用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 我打都没有状况 你就跟着去打 现在有疫苗你就去打 回来有状况 或者怎么样 我都会回来看你 所以 其实你说 如果跟长辈的相处 其实还是要换个方式 就是你不要一直坚持极见 然后 就是一直用自己的观念 去跟他讲而已 就是要他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当然他也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只要婉转的跟他讲 其实我爸后来就说 好吧 打吧 对 那 再来就是说 爬爬罩这件事情 我爸本来每天 下午都要去跟人家泡茶 前阵子不是之前 就是因为泡茶群聚吗 所以我妈就一直跟他说 你不要再去泡茶了 但是他就很可怜 他每天已经习惯 就是 要去跟朋友一起喝茶 所以现在喝茶就瓦解了 那我爸还是喜欢 我 私自的长 我爸没有私自 但是很多长辈 其实他会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爸还是习惯 骑着摩托车去村里绕一圈 没事 他也要村里绕一圈 他也要村里绕一圈 对 然后就绕一圈回来 那我们做的 我就是跟一芬那边的想法一样 所以我就把家里的口罩背起 他出去就是口罩一定要戴 那我载他入门 因为他都会从后门进门 我家的酒精反而不是放在前门 我就放在后门的那个 后门那个台子那边 他一开门进来就是要喷酒精 对 所以其实 长辈会出去频繁的外出走一走 我觉得 其实 没有太大的 就是 其实你只要防护跟他们 指导好 教好 我觉得没有太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像我婆婆也是啊 就是每天都要去运动 我公共朋友每天都要去运动 早上出去运动 可是他其实不会群聚啊 他只要戴好口罩 出去 回来 换口罩洗手 对啊 我觉得这样 其实不用太 太过度的担心 反而是你回来 就是洗洗手啊 然后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就好了 嗯 以上 我想这段时间之后 大家很多的生活习惯 特别是卫生习惯 我觉得应该都会去调整 也许我们过去 是某种的模式 但是因为 病毒会长成什么样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最基本的防护 可能戴口罩啊 安全距离 社交距离 洗手 这些基本的公共卫生 我也期待就是在这过程之后 我们社区的公共卫生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公共卫生的这种所谓的普及 是可以越来越好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那就是说 嗯 刚刚我们在第一轮的问题的时候 提到政府在现在有很多 这个 这个防疫的政策 其实有点快 然后但是其实又不是那么的普及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在第二个问题里面 你们每一个不同的单位都尽可能的 再去做这些回应 而且快速的反应 我想要请教大家 也许可以用比较简短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觉得政府在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 你觉得政府应该要做什么 就是因为接下来还是会发生这个状况 不知道吧 对不对 那现在的不足的地方 政府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措施 就是来去做这些所谓的补充 以至于不会让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 在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Eder你要不要先讲 因为你刚刚没有发言 大概也是要这样子 对大概你应该准备 要准备讲这一题吧 没有这一题我也是没有预料到会出现的 哈哈哈 如果我的建议 因为今天刚好我们嘉义市的 这个社会处的科长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聊聊 那刚好我也跟他聊到这个 就是关于官 就是政府单位的一个 在防疫期间 可以跟民间的一个 这个互动的关系是怎样 我还是比较 因为事实上在 我们如果了解政府单位 他们在跨专业的 不是跨专业 就是跨部门的整合上 事实上一直都存在蛮大的问题的 我们官方的朋友也有跟我分享到 他们光在社区里面要 透过跨部门之间要取得 跨部门管辖下的空间 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特别是关乎照顾空间 比如说闲置学校要变成照顾空间 可能教育处的人 就会觉得说不要这样子 小朋友每天都会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我们就会觉得救护车声音怎么了吗 难道住在家里就不会听到吗 那但是在不同领域的人 他们就思考他们学校 应该是要怎么样 不应该常常有怎么样 所以沟通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其实我比较希望说政府多多 把他们基本上已经非常 比较僵化的这种所谓的官僚系统的东西 要慢慢的去习惯的跟民间 开放多一点点这种 跨专业领域之间的合作东西 给民间去做一些扣连 去做甚至是一些鼓励 但鼓励不要再落入计划 就是说我们把很多的局限 跟法规的限制 把它稍微宽松 比如说在社区里面设置一个居服单位 他非常的社区化 但是他同样一个地方 能不能同时设立 从亚健康照顾开始的社区照顾据点 让他内含着居家服务的功能 事实上在法规上是不容许这样子的 你这个地方设立了居服单位 你这个建筑物里面不能有其他的单位 那我们同一个社区照顾的地方 就必须因为这个法规很死的东西 就必须再去找另外一个地方 来达到这个目的 那是不是像政府在思考这样的一个社区 照顾的各种法规的限制过程 能不能再重新思考 来促成以辅助跟协助的角色 来让这整个社区里面 照顾的各种功能跟专业之类的 这种单位跟专业的人员都能进场 那可以方便的进场 来达到一个非常快速 小而有能力 把雀虽小五脏俱全 那个单位可以进驻在每一个社区 让小小的照老板 他都能够发挥在一个小小村落的一个角落的一个问题 来解决社区里面的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法规门槛 事实上常常会让很多人会却步 事实上有心要投入这个环境的人 常常会看到这么多的规范 事实上就害怕了 其实阻碍掉很多年轻人想要投入 为社会贡献 所以其实如果政府角色 我只建议一件事情 好好检视现前法规 是不是真正的 是在帮助这整个社会 再往正向成长的方向在走 如果不是的 应该好好检视修正 让他保持最大的盘性 这样以符合政府 基本上要管理的目的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矫枉过正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然后反馈一下 谢谢 好 谢谢益德 其实益德在讲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 meeting 这个聊天室里面 有很多来宾是频频点头 那当然没有办法 每一个人讲时间的关系 所以最后是不是邦雅 因为你举手了 想看起来要来回应这个问题 所以请邦雅来给我们回答 这个你的看法 对于政策部分 我要以我 因为我毕竟是独立行在的居户所 所以 其实我要是要帮所有 就是在这一次 这一波疫情的居家护理所发生了 说实在 其实我们都是第一线 在社区里面服务的 你知道我们的 那个当下 那其实我是刚好在疫情发生之前 我就囤一些物资 我们讲 我们是连物资都抢不到 就是 你是第一线去服务的 其实当下 其实我们 我有很多居户所的学姐朋友 其实去按家服务是穿雨衣 然后那个是出来 你知道 就是全身是汗 那全身是汗之外 一整天下 我们不太敢多喝水 因为老实说 因为你一直在服务个案 我还有学姐跟我说 她 觉得一整天她都没有上厕所 以为 觉得自己快肾脏坏掉那种感觉 对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波疫情之后 其实确实要 政策上面 其实也要看到社区 其实是需要 就是需要协助的 就是 其实有很多单位 其实是在第一线里面去做帮忙 但是其实 到底 以国家与政策面 就是 到底对于这一群人 到底能不能给一点点帮忙 就是 其实 后来其实工会啊 护理工会 都有帮我们去做发声 其实后来是有 在最近这一波 连胃补部都有提供我们第一线 一些些相对的物资 可是其实在现在拨下来 其实我们已经 老实说我们已经抗战 就是已经战这么久了 对 所以我觉得最后期之后 其实也许就是病毒会变种嘛 所以其实是长期性 也许 也许后来 未来其实在政策上面 其实是要去考量 不只在地 就是医疗 比较大型的医疗 后续这些第一线的 包含居服人员啊 甚至其他的NGO团体啊 其实大家都在第一线帮忙很多 对啊 所以对 我觉得是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一点 对 好谢谢 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 花了蛮多时间 就在谈我们该怎么做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彼此的照顾 然后邻里的精神 回到一个最基础人 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个假薄性 那个欧巴桑的力量 那个GIP的力量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台湾价值 或是人本来就应该要存在的一种价值 可是回到一个在政策上面的一个状态 虽然我们政府常会跟我们讲说 超前部署超前部署 可是回到那个实际的工作的状态里头 实际的基层的所面临到的问题来看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甚至最后在回应上面都发现 这个超前部署的确有做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使得我们的基层的工作者 其实常常要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或是身体健康 在做这些补充性的这种工作 那这个其实是政府应该在这个疫情 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时间点 就应该要回过头来 好好的去检视 我们在现有在这一段时间一年多来 到底哪些东西有部署到 哪些东西没有部署到 我们现有的资源 当大家开始疫苗也都慢慢的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一部分之后 在深圳的生活里面的这些状况 这些不管是长辈也好 或是日常生活也好 或是社区的运作也好 或者是在第一线的这些 这些机构或是个人 怎么样去 让这个资源是可以有更好的协调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是更便利的 刚刚几位来宾也都跟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这四位来宾来跟我们谈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今天谢谢所有在这个线上跟我们一起观看 一起讨论的朋友 那我们这是由这个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还有我们的嘉义市热散照顾服务劳动合作社 我们一起来主办的活动 由灿灿时光会客室来制播这样一个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用你的力量来照顾每一个人 也可以用你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的力量 来去支持我们在线上这几个不同的团体 包括可能是一个独立媒体 也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社区的照顾组织 或者是一个社区的机构 都非常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 那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四位来宾 也谢谢我们现场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观看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YouTube频道 也会有文字的整理 也会剪辑到这个灿灿时光会客室的Podcast上面 那大家可以做后续的 假设你前面错过了 你可以回看脸书 或者到公库的网站 或者到灿灿时光会客室的Podcast上面 来持续的去关心这个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的聊天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拜拜 拜拜